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哇 很開心啊 我們這一次呢 受到MG的邀請 他聽到我們之前這個影片說 沒有開過1.5T的HS的版本 特地聯繫我們阿呆 商界了我們一台 這個1.5T的HS 另外我想了一下 我也好久隔了一年多 自從上次我們買了這個PHEV的版本呢 到現在一年多沒有開過了 那不如一次借兩台 做一下比較 我順便回憶一下 在我這個一年多當中 我又換了那麼多的女朋友之後 阿不是阿 舊愛嘛 阿呆你會不會這種感覺 會不會我們經過了這一年 兩年的這個洗禮 換了這麼多車子以後 再回去找舊愛的時候呢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對不對 搞不好 搞不好我們長大了 搞不好覺得舊愛還是最美 有沒有可能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一次弄了兩台 待會我們會輪流的 帶大家試駕一下 也帶大家看一下 再複習一下 那跟之前影片說過 我們今年2024年的展望 就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新車 好車讓觀眾朋友 分享給觀眾朋友知道 所以我們也不排除 好不好 我們在這邊 我們也不排除 哈哈哈哈 好 多借一些新車回來 跟觀眾朋友分享 首先我們來看這台 這台其實之前已經看過對不對 這台是MGHS的PHAVE的版本 這一台呢 我們還特意挑了一台 跟我們當初買的那台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台是白內裝的 阿呆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沒有選白內裝啊 是我質疑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你知道嗎 職業病嘛 我們做這個行業的 我們都想說選白內裝的第一個 怕這個客群減少嘛 黑內裝算是一個比較保守 我們自己覺得二手車來講 比較保守比較標準 可是呢 我今天看到這個白內裝 覺得我們當初真的想太多 又不用加錢 對喔 不用加錢 而且啊 它只有白色的車可以選白內裝喔 所以我也後悔 我們那時候就買白車 結果我們竟然沒有選白內裝 太固執了 觀眾朋友 如果你正好是最近有在想去展監 有在考慮MG的這個HS 這台車子啊 白內裝版本你可以去展監看一下 現場看起來呢 我覺得質感還蠻不錯的 會不會比較難照顧 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你們自己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不是啊 我真的覺得喔 我覺得那個 內裝顏色啊什麼 影響二手車架這件事情 你們真的想太多了 我遇到幾台這個MG的車子啊 我管你什麼顏色的內裝 那折價都有夠少了 你知道嗎 我本來以為這個我們買過之後 後面應該還會陸續收到對不對 我告訴你沒有 那折價太少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我沒有想到它的折價會 這麼低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一個喔 它這個跟當初講的一樣 它們全車系都有這個 256色的氣氛燈 Level 2那個都是 全車系都有 只要買MG就有Level 2就對了啦 這個我覺得它們很棒的一個地方 就是用一個單一規格的販售 以HS來講的話就三種嘛 簡單易懂 你知道我這邊講一次 大家就全部都會了 1.5T 2.0T PHEV 就三個 沒有說每一種又分 金裝旗艦頂級有的沒有的 我又想比較保守 你笑什麼 沒有 沒有分那麼多的規格 就三種 你就以動力下去做選擇 1.5T 然後2.0T 有四藍VV 你需要的巴山射水 你希望有四輪傳動 再來PHEV 你喜歡可以插插頭的 有油又有電 節能 省油 瑪利歐GO PHEV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你不用在那邊黑龍轉桌 一大堆配備 然後搞得你眼花撩亂 像我這種老徽亞有沒有 我常常在問阿呆 這個到底 這個等級跟這個等級 多什麼少什麼 有沒有 我都叫阿呆去查嘛 對啊 你要去拉那個網站 規格拉下來 隱藏相同選項 對 然後再去看差別 喔 這裡有夠累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他們一個 蠻不錯的地方 我覺得啊 應該大家賣車應該就這樣 不要弄得那麼複雜 還是複雜才有錢賺 搞得你頭暈了 你就傻傻就簽了這樣 然後第二個啊 跟這個單一規格一樣 價格清楚 就三台車就三個價錢 然後也沒有什麼 這一間折八萬 那一間折三萬 沒有 一律都一樣 就等於我去買 跟消費者去買 一樣 我覺得很好啊 我沒有 我網紅勒 MG 我網紅勒 沒有啊 我們也是一樣的價錢這樣買 以前還有那種 買車要簽戶口 你知道嗎 我聽得頭暈暈的 簽戶口 你沒聽過 比如說我假設 北區折三萬 然後中區 有折五萬 為了多折兩萬千戶口 你沒聽過 沒有 那以前很流行好不好 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我覺得把它弄清楚 一樣價格 然後第三個也是一樣 全車系都有Level 2的 智慧駕駛輔助 然後一律就是有車到至終的 不是那種打乒乓球的 只要你買MG的車 就是有這個功能 你就不用在那邊研究等級 研究說 它的這個至終 到底是真的至終還是假的至終 就不用搞那麼多 它這個不錯 它這個白內裝有沒有 很像蝴蝶椅 你知道嗎 而且上面還有刺繡 人家要加錢的東西 你很在意 我很在意啊 我買這個車就是要這個MARK 好你買一台MG 你把全部MG Mark拿掉 選MARK一個再加3000這樣 請問一下 呆哥你要不要選 輪圈中心蓋的MG字樣 一個加500 四個2000 要嗎 要加嗎 要勾嗎 好像有 方向盤不好意思 我們方向盤如果沒有 這邊就是黑黑的一圈 如果你要MG的話 請再加8000 會有MG的字樣 請問呆哥你要選配嗎 勾吧 請問一下 8000我們剛剛講是黑白的 你如果是彩色 等一下16000 你要彩色還黑白 我黑白 哈哈哈哈哈 單一規格多簡單 然後它的這個 有一個腰靠的系統 在椅子的側邊 它是用把手來做控制的 中央的安座啊 加上中控台啊 都有大量的皮革 去做修飾 那你如果選白色的話呢 中控台的顏色 又是有一點點偏藍色 不是純黑色 所以這種偏 有點淡淡 帶藍色的黑色 再搭配這個白色的這個皮革啊 看起來整個質感就是還蠻不錯的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1.5T的 差在哪裡 我覺得兩個鋁圈有點像 雙色切削的 這19吋 那這個呢 1.5T是18 對 但是其實遠遠看兩個形式有點像 蠻像的 MG HS1.5渦輪增壓的版本 它的定價是915000 PF的版本呢 定價是121.9萬 中間還夾著一個2.0T的版本 剛剛講有這個智能四輪傳統系統的 它的定價是106.9萬 1.5T這個規格 我們之前 ZS呢 是1.5的自然進氣 所以我當初都在想 這個如果來個渦輪 其實當初它的那個1.5自然進氣的ZS 我就開得很爽 對我記得我看那個車 我就不太按那個Sport鍵了 好這一次今天有機會 等一下來看一下這個1.5T的版本 除了剛剛我們看到的鋁圈以外啊 它一樣內建有256色的氣氛燈 全景 這有旋景嗎 有耶 915000 180匹的馬力 29.1公斤米的扭力 你知道這個規格拉開 你去看百萬內有沒有這個規格 你去拉遍所有台灣版本的車子 你拉不到這個規格 要拉到這個馬力數的啊 應該都要破百萬的 大部分這個價錢 現在100萬以內你只能買到1.6自然進氣 1.5自然機器差不多是類似的 要不然你就是要渦輪要1.2 對 要很小顆 那一種你才買得到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適合什麼 預算型的買家 你只有這樣的預算要發揮最大的CP值 這個就可以拉進來做一個參考 當然你如果再更帶步型的 你就ZS了嘛 其實渦輪還是會比自然進氣來的省油 因為渦輪它不是常駐開啟的 是在你需要的時候才幫助你的 所以它省油度上面來講的話 理應相同的排氣量 應該有渦輪版本會稍微省油一點 而且它又在你想要超車爬山 想要快的時候呢 它可以用渦輪增壓來幫助你短暫的快樂 大概就類似這樣的感覺 好那它大概的配備有哪些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台車對不對 所以我大概講一下好不好 好那該有的這個霧燈啊 方向燈啊 智慧型頭燈一樣都有 它不會因為說它的這個 是家族裡面最便宜的 就把它拿掉 很多嘛 現在車場很習慣做這樣的事情啊 高規的有什麼矩陣有的沒有的 到下面 欸 魯素燈泡 基本上我們剛剛稍微比較一下 基本上車頭的部分啊 該有的都長得一樣 再來一個 雙色接銷的鋁圈呢 比PF少了一吋 它是18吋的 配合它這個動力來講的話 那也蠻合情合理的 其實它這個動力啊 價錢啊 配17吋 你都不能說什麼 17吋是剛好 對是剛好啊 好不好 再來全景天窗呢 也都有 而且還有電尾門喔 好一樣 電尾門 雙出尾管是真的 不是假的飾板 而且倒車了一整排耶 一排四顆 屁股的部分啊 長得也跟這個PF的 是一樣的 並沒有因為它是1.5T 就比較Locker一點 單出尾管啊什麼 燈也改掉啊什麼都沒有 基本上呢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它這一台是這個黑內裝 如果1.5T的就沒有白車白內裝了 對不對 對 不過它的黑內裝也蠻有殺氣的啊 椅子的周圍都是 附上紅色的縫線 而且一樣頭枕上面 刺繡 這個平靶的方向盤 一樣有打孔車紅線 而且啊 Super Sport 做了一個Super Sport按鍵 就是在給你做這個模式切換嘛 Sport模式切換用的 八支揚聲器啦 八支揚聲器其實還好沒有很多耶 要講嗎 然後它的數位儀表呢 是12.3吋 然後中央控制 控制螢幕是10.1吋 那一樣支援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然後前面一樣是電動的 賽車蝴蝶座椅 手動 腰靠 而且還有電熱椅喔 1.5T也有電熱椅 1.5T也有電熱椅 可惜了希望以後它可以加個 通風椅 通風椅 緊繃 給你加錢沒關係 賣那麼便宜 一樣原車就配有 360度的環景系統 全部都有啊 它三款都有啊 所以不只Level 2是全車系嘛 連環景都是全車系都有的 然後呢 一樣個人非常喜歡的圓形出風口 漂亮 整個有精緻感 回想起來了 它的定數是用撥桿的 所以你要跟車 你就要學會玩這一支 後座空間那個之前帶大家看過 哇 哪那麼大 這剛剛誰開還是腳很短是不是 真的假的啦 我上去喬一下我位置好了 來 我喬一下 發動一下 啟動了 開機畫面不錯耶 太久沒看到 不記得了 你知道嗎 以前這樣 你是不是也忘了 我就是我看到了 忘記了 滿好看的 差不多 我的位置是這樣 還是滿大的 真的還是滿大的 不過它後面不是地圖帶 它後面是伸縮的這樣夾式的 後座出風口 後面兩個是Type-A的充電 下面一個小小的置物盒 中央扶手搬下來 兩個背架 背架的框呢 做了一個鋼琴烤漆給 它那麼多新車 很少後座的背座會做烤漆說實在 給你塑膠色 我們也不會去尿它 我沒想到它這裡的車紅線 我們只會尿這個有沒有垂下來 它這個有垂嗎 沒有啊這卡住了 卡得很緊 好 我覺得後面的這個銀色框不錯耶 我覺得這都很細節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前面看不到這個銀色框 是給後面的人看的 所以我說這個細節 就跟那個搬下來裡面的車紅線一樣 沒有 你都不會說什麼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 這些地方我是覺得真的滿細節的 這個也是滿細節的 我們很少會去可以後面這一框 是黑色還是銀色的 好不錯 期待啦快點啦 出去開一下比較一下好不好 這大家都看錯看到爛了 我要試開一下1.5T 還有這個 懷念一下 看看差異性在哪裡 走 出發 我們之前都是新車 剛好這次借來的開13000 可以看一下它開了10000以後 衰退有沒有很嚴重 對不對 肯定都軟了 對不對 虧違一兩年 再次回來開一下 我跟你講這個車子真的是奇葩 就自從我們買新車到現在 再也沒收到過 新車都交不夠 我有遇過幾台 那價錢跟新車差不多 差幾萬塊而已 我實在買不下去 我們沒有利潤空間 所以呢 這個等於是我回來還可以再 懷念一下記憶中的HS 2.0渦輪增壓引擎搭配這個PHEV的系統 縱效馬力290匹 底盤依舊硬朗 因為我是懷疑這個懸吊跟這個1.5 我不知道以不一樣 等一下剛好我們可以接著試1.5 因為我覺得它的懸吊是舒適取向 剛過完年喔 我在年假期間我不是開電動車嗎 雖然是充電什麼規劃是OK的 我有充順利的在台中充到電 其實我覺得在都會區應該是不困難 但是你就是必須要提前規劃 我這次也是學習了提前規劃 充電站的一個習慣 不過跟之前我跟大家觀眾朋友分享的一樣 我本來個人還是比較推崇PHEV或油電的系統 尤其是可以插電的PHEV系統 我覺得更棒 有的插就插嘛對不對 沒的插就用油 感覺很像開外掛你知道 想這樣也可以想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那個整個感覺就 我覺得比較人性符合人性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就跟我們之前有沒有 我們去雲林那個醫生一樣 他也是買這個 他也是看了我們影片 買了這個PHEV的 車可以停在自己家門口 有小黑那裡 他就自己做了一個插頭 然後停在自己家裡的時候就有了插 所以我覺得這合理 因為他醫生嘛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他時間真的是蠻急迫的 有時候要趕場什麼的 所以說他這個 萬一他要趕時間沒有電 他就會很麻煩 所以他就選擇了PHEV的系統 所以我前面講啊 其實這種 我很喜歡這種單一規格銷售的風格 我覺得超棒的 那你如果真的你還是習慣開汽油車 你就去選那個2.0T的嘛 223匹的馬力 37.8公斤米的扭力 下次有機會搞一下2.0T來看一下 我覺得2.0T的馬力也是蠻酷的 你如果想要省油 經濟1.5T的 在價位啊各方面我覺得都很棒 再來我剛剛講單一規格對不對 1.5T跟2.0T 除我馬力之外呢 他又可以區分 因為他有那個 2.0T有那個 智能四驅系統 應付一些比較齊驅的地形 那你就可以利用他這個功能 然後也可以脫困啊 或者是應付一些比較 嚴格的地形 而且你知道他2.0T的那個智能四驅系統啊 只要你時速不超過60公里 你隨時都可以把它切成四驅 不需要等待 隨切隨換 以前比較舊式的車 你要切換四驅有沒有 你可能需要把車 停下來 對你才可以去做切換 或者是降速 他椅子的包覆性還不錯 身體不太會有什麼傾斜的感覺 還不錯 但是他又不會把你夾得很不舒服 因為大腿這邊我覺得 不會有那種憋憋的感覺 在山路上面行駛我覺得 遊刃有餘 我油門其實都不用踩得太深 畢竟這個PHEV的系統 有馬達跟引擎在同時出力 所以整個行駛的感受上面 會覺得加速非常順暢 那再加上他稍微覺得比較沉重 穩重的一個車身 過彎的時候呢 也不會讓你覺得有壓力壓迫感 我覺得椅子有蠻大的幫忙的 除了他比較沉重的底盤 比較有質感的底盤之外 在轉彎的時候呢 椅子的包覆性 讓你不會覺得你的身體 很快速的這樣歪一邊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說 開起來好像有那種不安全感 我們很長的一段時間 隔了那麼久 中間也沒有機會再收到這個車回來試開 這次再回來開呢 我覺得開起來的感覺 跟之前試開的差別不大 所以呢 現在我們來測試一下 1.5 1.5沒開了吧 只開過ZS了吧 對啊 1.5T沒試過 來試一下 1.5T的開一下 換1.5T的 GO 180匹馬力 29.1公斤名扭力 915000訂價 這個價錢還讓人活啊 7速自首牌的變速箱 我覺得除了這個引擎的馬力以外 上次我們是自然進氣的 這次除了要測試它的這個 渦輪版本的引擎之外呢 我覺得變速箱也是一個重點 是雙離合器 對啊它是雙離合器的 7速自首牌 所以等一下試一下它這個邏輯 自首牌的邏輯 跟這個渦輪的引擎 搭配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是normal的駕駛模式 OK 爬個坡 因為我們剛一起步就是山路了嘛 那那個馬力的加速感就沒有PF 那麼足夠 換一個方式講 油門就必須要踩得比PF再深一點點 基本上還是順暢 來我來Sport按一下 我把這個超級 加速扭按下去了 Super Sport Super Sport 有了 換檔就會延後 在轉速比較高的時候它才會換檔 但是我還是沒有很重的踩 它這個油門的反饋 我覺得比起之前我們比較常開過的日系車款 油門踏板踩起來比較有腳感 腳跟油門踏板的接觸它是比較有反饋的感覺 有人喜歡比較踩起來比較有感覺的 這要怎麼講 阻擬感嗎 油門的阻擬感 比較重一點點 好難形容 不過 那你查一下重量表好不好 這開起來感覺就比PF輕耶 應該是比較輕啦 因為少了電子跟引擎比較小 但開得出來耶 很明顯 瘦身 瘦身 瘦身的感覺 開起來那個重量感是有的 但是明顯 PHEV我開起來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有一個沉重的穩重感 有沒有 那這一台開起來相較之下 這台跟PF比起來呢 它就稍微輕盈的感覺 那動態上面的反應呢 也比較活潑 對啊 它這個整個過彎的感受 讓你覺得 比較沒有負擔 而且我現在開起來 它雙離合器感其實沒那麼重 我常講說 雙離合器的那種 蠕動感 你在低速的時候 跟你剛起步的時候 會特別明顯 但在我剛剛的起步裡面 我覺得 油門介入的時間點還蠻快的 雙離合器感很重就是 我記得我之前 四別台車有講過 就是當你停紅燈 你的煞車放開的時候 你要多等個半秒至一秒 油門才介入嘛 它會開始動 對 它才開始動 那就會有那種雙離合器感 它介入的速度的確是有比 某一些車款來的快一些 還有一個 可能是因為18吋鋁圈的關係吧 比較沒有那麼拖 黃下重量比較輕 你不要看輪胎 輪胎差個一吋 那開起來就感受度了 不相信你去把你的車改成14吋 開起來媽的 跟計程車一樣 我跟你講 真的啦 很流利 哇 好輕快喔 所以因為它的車比較輕 然後 輪胎小一吋 所以整個開起來 它就會覺得年輕很多 而且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台晃得比剛剛那台少 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我跟你講 那應該是彈簧跟 避震器阻尼搭配的問題 而且它這個1.5T有配備 換檔換播 剛剛PF就沒有 這個價錢 搭配這樣的配備 搭配這樣的空間 搭配這樣的一個駕駛感受 應該是可以滿足大部分的家庭的需求使用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車真的是 但是坦白說是越來越貴啦 之前也幫大家做過盲測嘛 對不對 三台車的盲測 百萬內啊 真的是百萬內配備規格拉開 MG是無可厚非是滿顯眼的 這也是確實的啦 不過講規講 尿不尿 我看了一下它2023年有沒有 它整年的銷售數已經超過13000台 有嚇到 我沒有想到這麼熱銷 我當初我們在買的時候有沒有 待會兒我們來笑笑的 一萬多萬台 一萬三千多喔 而且它好像 我記得在這個中間的幾個月 還有得過月銷售冠軍 幹掉所有主流的牌子 我的天啊 這個其實我真的是屎尿未及 我跟你講啦 消費者眼睛比我們還要利 他們那個做功課做得比我們還認真 我看有一些我們來買車的客人都比我買專業 所以 這個車賣得好 我覺得 就真的像我講的 看過紙上 看過規格 親自去看過東西試過 OK 它才會買 不過我還在想呢 會不會是他們交車太慢 你知道嗎 因為在社團裡面還是看到很多人在留言說 喔它等多久等多久 所以它如果交車 猛一點快一點 那個消 賣更多 對啊消傷搞不好更多好不好 好啦 所以我覺得喔 希望它交車是可以快一點 畢竟喔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進來了 然後你的東西還不錯 那大家買單 那趕快 多一點 快點做 快點消化 快點交車 然後讓你的市占率提高 還有一個重點 我一直在講的重點 就是你那個後勤 對不對 保修 經銷點 後勤 趕快擴建 不過它好像也擴建不少了喔 欸啊這跟車也要試嗎 應該系統都一樣吧 應該同一套吧 對啊應該同一套 欸這就很不錯啊 那種複雜幹嘛 乾乾單單 不過我剛剛說它二手車價很 很 蠻高的對不對 其實我是 我是想買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會知道它貴啊 所以我才會去研究啊 你覺得會好賣嗎 我覺得會好賣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新車交太慢了 就大家還是要等嘛 對啊 大家不想等了 整個幾萬塊就買了 你知道嗎 而且現在出現在市場上 也都跑不多 有幾千公里 一萬公里左右啊 對啊 大家想說 有整個幾萬塊就買一買 所以我說喔 它不消化快一點 它少賺很多錢 不過數量是真的蠻少 我大概 我有被問過價錢有沒有 有人家來問我說 我有一台MG的HS啊 現在幾年 2022年 2023年 剩多少錢 有來問的這樣子有沒有 我一整年啊 我2023年一整年 大概三台 三台左右吧 不超過五台 很少啊 真的很少 很少遇到 問我要賣的 我又按一下回來Normal 因為剛剛那個S模式 它一直讓我轉速 有點高 現在上來高速公路了 我就把它跳回Normal 加速一下 OK 不過我覺得主要是 這個車開起來 我們現在與其不論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什麼 後勤 妥善綠馬厲害 我們都不講 我覺得單純就一個 最直觀的一個感受 就是開起來 我覺得這個車開起來 是有安全感的 好 我用一個比較 最最最最最 最籠統 最濃縮 最精華的一個說法 你在變換車道的時候 在你的速度快的時候 在你加速的時候 在你轉彎的時候 在你轉彎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車 我開起來是有安全感 剩下的呢 就給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你們可以到展間去 看看實車 然後去試駕看看 相信你們應該可以選到一個 自己最舒服滿意的一個規格 哇這每個都有燈 這就是氣氛燈是不是 延伸左到右都有 然後還有門板也有 它氣氛燈不是只有這邊 它連我這一側的出風口下面 這裡也有 而且這都LED的 我真的很重視這個燈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這樣就好了嗎 做成這樣 它就是要做那個殼 很奇怪啊 我不相信這個 比那個殼貴到哪裡去耶 我認真講 這可能懶得再開門了 哇 真的 細節 細節 這已經是LED了 你看這叫神帥 現在有一圈這個 你說紅色的一圈嗎 而且這有白車是白圈 所以他們對白車很友善 好注重白車 對好注重白車 只有白車可以選白內裝這樣 嗯 蠻神奇的 酷 以上就是MGHS的1.5T PHAF 簡單的測試跟大家分享 那剛好適逢MG百週年 然後這個國內也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什麼間諜罩 MG4、MG7 還有一大堆 我個人是比較希望有那個 Cyberstair有沒有 就是那個 雜道車們那個 後面方的是箭頭 對我希望它可以引進 它引進我一定買 我在這邊就先嗆了嘛 好不好 雖然可能機會不大 不是主流的 沒關係啦 我們就希望這個 以後 這個品牌 在台灣可以更加發光發熱 弄個跑車進來給我買買 好啦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喜歡我們分享更多的新車資訊 也要留言讓我們知道 咱們下次見 特別感謝MG台灣贊助播出 Where can I be all happy Why is it I wanna cry Where can I be all love Why is it I wanna die Why can I be all so selfish Why do we hurt beautiful things by bwd6